那个余丹老师我想问您一下 就比方说有人掉水里了 然后看见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如果不去救他呢 那可能会就肯定会受到社会的那种道德谴责 但是假如是去救他吧 可能自己也不会水啊 那就可能就是会把自己命给搭上也 那么就在这种时候呢 我们是应该那个舍身取义呢 还是明泽自保呢这种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在危难时刻 做什么样抉择判断的这么一个例子 有时候真有这样的一种判断力也是勇敢 庄子里面讲了好多孔子的故事 他说啊孔子带着学生不是周游列国吗 走到荒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次莫名其妙被一帮宋人给包围了 把房子包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孔子在自己里头呢弹琴 头都不抬不当回事 这就是危难时候吧 他的弟子子路光当推门进去了 指着他何夫子之余 外头都那么多人围着呢 你老先生还在这娱乐什么呢 孔子跟他说 子路你看人生面对种种境遇的时候 要有不同的勇敢 就是临大难而不拒 处变不惊 这才是圣人和君子的勇敢 子路你稍安勿躁 你好好待着 别往外冲 我命运什么样 我自己知道 然后他们俩就在里头等着 等了一会儿 外头有人进来了 说对不起 为错人了 我们的仇人是杨虎 我刚弄清楚也是鲁国来的 给弄错了 我们现在撤兵了 去找他去了 这个围就解了 这个故事我每每想起的时候都会想 子路勇敢 以他的勇敢 一看老师被包围了 不问青红皂白 拔刀相向 撂倒十个八个 杀出一条血路 回头一问 哦杀错了 那那些人就不找杨虎了 就得跟他们拼命了吧 这就属于一个人 不问青红皂白 不会水性往水里跳 我这时候勇敢 我得来救 没有任何的好处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要为值得的事情 去取大意 在他力不能及的时候 要像孔子讲的 美临大事有静气 这才是我们面对今天 所有事实从孔子也罢 庄子也罢 那里能够学到的最大的智慧 谢谢 谢谢宜戴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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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